現在很多內地的同胞都會來這條賽街 我在這條街 由2007年開始 在這條街幾乎隔一個禮拜就有一個論壇 還有選舉工程都在這裏做的 包括選民登記 還有2008年的立法會選舉宣傳 我們都在這條街 今次這個論壇 大家看我後面那個有一個標語叫做 醫人道義 捨生不育 這個是我們追求民主的人的一種決心來的 劉曉波現在在共產黨的政治黑奴裏面 大家看一下所有開發中國家爭取民主 那些民主運動的先驅不坐牢 都沒有什麼機會成功的 OK 坐牢是他們的資產來的 各位 大家看一下劉曉波從89年開始 其實他那時候在國外做這個學者 網民學者 中國大陸發生這個所謂拒變 他繼續留在外國都可以了 不需要回來 是吧 做他的學者 然後對中國 指手滑腳 說三道四 一樣可能受到別人的尊重 但是他偽然 從89年離開他在外國的訪問和學術研究 回到中國大陸 21年 從89年這個天安門運動開始 到今時今日都沒有離開到國家一步 而21年都是竊而不捨去爭取人權 爭取民主 還有很謙卑的 用和平非暴力的手段 大家看一下 諾貝爾和平獎 那個班獎的說明 講得很清楚 他是用和平理性非暴力 然後從事一個英文叫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最基本的人權 所以他得到這個殊榮 是我們中國人的光榮 是中國共產黨的恥辱 今天我們在開論壇 是要聲援劉曉波 聲援中國的民主運動 對不對 共產黨 共產黨 現在是軟禁他太太 劉霞 不讓他代夫出國領長 共產黨 又加強監視 那些支持劉曉波的 在內地的這些民衛人士 我們用一句 用一句 很多人都懂的說話 去形容共產黨現在這種做法 這是一個成語來的 叫做適例內任 適例就是 你外表很嚴厲 好兇死 好兇惡 內任就是內心非常之虛弱 現在他有幾千萬黨員的政權 竟然對劉曉波獲得和平獎 內心可以虛弱到這樣的 所以用適例內任四個字 就可以形容現在的中國共產黨 如果通俗些 合乎黃毓民的性格 怎樣形容共產黨現在呢 叫做鱷魚頭老襯仔 那頭像一隻鱷魚一樣 想咬人 很兇惡 其實是老襯來的 各位 所以大家在香港 一國兩制 都仍然是在中國 政權 中共政權眼皮底下 我們都仍然有些許的空間 去爭取自由 爭取民主 我們見到劉曉波這樣 見到很多的異議人士在大陸 被他囚禁 我們是不應該負擬我們的責任的 是嗎 是 要拘捕就大家一起拘捕 是吧 在香港特區政府敢拘捕 我們就因而去拘捕 沒有問題 是吧 所以大家一定有這種決心 爲什麽今天這個論壇要用這八個字呢 就是因爲 我被這個溫家寶看法了 溫家寶 當然余潔就叫他做中國影帝 溫家寶最近在歐洲訪問的時候 接受CNA的訪問 他說中國 中國人民 對這個民主人權 自由 那個渫頭是很熱切的 是阻防不了的 他自己 作為中國的領導人 推動政治改革是 風雨無阻 致死放秋 廣東話就是 風雨無阻 致死放憂 依人道義 捨生忽義 我這八個字借到他的房子 因為他只有一個廣字 還有他CNA說的東西 中國大陸所有的媒體都不報道的 這個總理可以食招 是吧 好 他在歐洲說的東西 聽起來真的很好聽 是吧 推動政治改革 風雨無阻 致死放憂 但是他說的東西 大陸所有的媒體 隻字不提 所以今天 我們舉辦這個論壇 希望提醒各位 今天社民連 普羅政治學院 和我的辦事處 舉辦這個論壇 和有簽名運動 大家現在可以簽個名 要求中共 立即釋放這個劉曉波 和所有的政治異議人士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今天我們這個論壇 幾位講者 我稍微介紹一下 在我右邊 就是開放雜誌的總編輯 金鐘先生 金鐘的開放雜誌 我想全香港找不到一個新媒媒體 好像開放雜誌那樣 堅定不移 反對中共一黨專政 找不到一個媒體 所以我今天 在我們的單章裏面 我特地將金鐘先生 早幾日 上個禮拜寫的一篇文章 就是這個開放雜誌 對劉曉波 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聲明 應該在這裏大家可以看 我認為這篇文章講了 所有我想講的東西 講了所有中國人想講的東西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聽聽他的意見 開放雜誌 是經常有劉曉波的文章 劉曉波是開放雜誌的長期作者 金鐘和劉曉波兩夫妻都非常之熟 是二十幾年的朋友 對於劉曉波得諾貝爾和平獎 但他也有很多看法 在我左手邊這位呢 就是程祥先生 謝謝大家